- 欢迎收听风女人- 聊天室- 我是阿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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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炮- 今天的主题是- 我啦- 好丢脸啊- 吓一跳- 我想说不是你- 自己不是你吗- 那我再跟你们分享一个很丢脸的事情- 怎样- 怎样- 我这边去看了一部- 超级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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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 - 超级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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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 就是有一點台台的那種台式情歌 你知道完全契合這部戲的故事 但重點就是 因為它裡面其實在講男人戀愛了 我覺得你可能可以去看 因為那個男生 我沒有不想看啊 我蠻想看的啊 只是布丁不想看啊 我今天看預告也蠻想看的 幹嘛推又推到我身上 我妹妹這樣問你說你想不想去看我 我不是去看然後他就說 我剛剛是說我今天看完預告 覺得好像還不錯 你還沒看過預告 我沒有看啊 好那因為我不得不是說 因為這個組合 天啊我這樣講好NO K喔 可是我剛剛大爆雷耶 所以我抖了一下啊 因為我以為你沒有要看啊 沒有可是其實看預告推測著出這些雷 因為你沒有要看 然後我就說因為布丁沒有要看 那你可以跟我爆雷 所以於是我就知道 泰拉把雷都給我爆完 因為在開始之前 我剛剛在那邊大爆雷 沒有關係 知道這些雷無傷大雅 因為我也被爆雷 因為我跟你說 我就跟你們一樣 原本我不想看 可是我真的就是抱持著一個 我老公想看 所以我就陪他去看 應該就是演員都演得很好吧 對 裡面所有人都演得很好 尤其是徐瑋寧 真的幫我大全粉 因為很多人可能以為我會喜歡邊臺帥 因為這一部戲在 秋澤不是你的菜 其實邱澤是 他的髮型不是 但是秋澤 因為那個髮型真的太糟糕了 但是 髮型 不是不是 因為看完這部戲之後 因為其實我今天要討論的主題 跟這件事情有關 我今天其實想要討論的是 為愛犧牲奉獻這件事 你說因為石瑋寧在角色裡 是一個為愛犧牲奉獻的人 你答對了 所以我先分享我的很糗的點 就是因為這部戲 哭點連環爆 就會讓我覺得也有感動的哭點 也有傷心的哭點 然後也有心疼的哭點 就各式各樣花式哭點 然後我就 我哭了半個小時 我實在是哭太久了 而且因為我老公也沒哭 我左邊坐了一個女生 她也沒哭 所以他們兩個很安靜 害我一個人在那邊說 然後因為我就想說不要影響到人家 可是我真的好想哭 然後一直哭 半小時才停不下來 然後我旁邊的女生 她就拿出包包裡的衛生紙 先拿了一張給我 接著她把整碟給我 然後我就默默接過來說 謝謝 然後繼續邊看邊哭邊擦淚 OMG 而且你自己還沒戴面子 對啊 你不知道這是哭片喔 我知道 可是我就想說 我跟你說 我進去前 我就覺得那個萬人說會哭的片 就一定是那種壓榨眼淚片 所以我就 可是還是會哭啊 所以還是要戴啊 反正我就是鐵齒 我就是覺得 這不是一定就是普通什麼芭蠟片 沒有 他有鄭重我的哭點 OK 然後重點是我全部哭完之後 我老公還是沒哭 可是我老公的時候有感動 OK 然後我就轉頭看上左邊那個女生 我說 衛生紙還有什麼要不要管你 然後那個女生冷靜說 嗯不用啊 我沒哭 我就說 怎麼可能 然後那個女生就說 你還好嗎 我好丟臉喔 好像也沒有被認出來耶 其實他認出你了 有可能 他在送我一包衛生紙 對 對 因為回家之後 立刻跟姊姊分享這件事情 因為姊姊有去看 因為我姊姊很愛哭 但他說 他從頭到尾都沒有哭 因為他看完之後 他覺得很不舒服 就他是不是覺得不舒服 因為其實你們去網路上查 他在網路上有正反兩面的評價嘛 主要就是因為裡面徐韋寧他爸爸欠債 邱哲是討債的 所以邱哲要跟他爸討債 但他爸已經就是臥病了 所以他是沒有辦法還債 所以有女兒還債 所以邱哲跟那個徐韋寧才會大上線 對 然後這中間當然就是有發生 他們兩個一定就是發生戀愛嘛 所以最後徐韋寧無怨無悔的愛著邱哲 然後裡面邱哲做了一些看似浪漫 可是其實是被美化的壞事 反正就是諸如此類的事情 然後再加上最後就是徐韋寧又在照顧了另外一個人 為了愛就是無怨無可的在照顧另外一個生病的人 所以就是這整個劇情被大家覺得是 就是把女性啊 無私犧牲奉獻這件事情放大了 然後大家就會覺得 他是一個傻女人 就是女人怎麼那麼可憐怎麼那麼傻 然後因為其實我有很多哭點 來自於就是覺得好心疼他 因為中間有一段是 他過得很辛苦 他因為邱哲犯的錯 然後他自己就是等於有點也算是承擔了 然後他就他明明其實就是 因為他很辛苦嘛 他被他爸爸害然後又要背債 然後後面呢他其實就是一個小小的上班族 但他因為日子實在過得太艱難了 他還要去下班後去當清潔婦 我居然連這裡我都哭 就是我看到他下了班換上那個清潔婦 清潔工的T恤 然後很辛苦的背著一個大包包 然後去牽機車 然後我也哭 我哭的時候我就說 太辛苦了吧 然後我老公就轉過來看著我就說 你是要緊嗎 所以我才想到今天這個主題就是想要來聊聊說 為了那些難以解釋的愛 犧牲與奉獻到底是不是傻 OK 你們人生當中有為了愛犧牲奉獻過嗎 就是所有人都說你這樣太傻了 可是你就是想做這件事 我現在一直看著布丁 我覺得布丁比較多 因為布丁就是犧牲奉獻的那個 我不得不說 小楚 當你喜歡一個人的時候 你一定會想盡辦法就是對他好啊 對 就是難免的 有時候就是愛不得人 因為 我有講過風水的事情嗎 我忘記了耶 你說他叫拱門那個 因為我們聽過 我到底有沒有在直播或是什麼講過 我忘記了 我們失憶了 因為我們失憶 就在講一次 因為我昨天就在思考 我到底做了什麼傻事 風水是一個 你很多 反正總而言之就是我那時候喜歡一個人 然後是我還在做風水節目 就好幾年前 對 然後因為那時候就想對他好嗎 你就是生活上 或者是你工作有什麼好處 你都會親注給這個人 是 然後那時候做風水的時候 因為老師人很好 就跟我們聊一些風水知識啊 就說 欸你那個家裡不能有拱門 不然就是會家道中落 對 然後我就叮一聲想說 天啊 那個人家裡有拱門耶 而且他家真的好像是家道中落 你人會不會太好 到底看你屁事啊 因為其實做真事也不難啊 那個老師就有聊到這件事 他就說放一個時鐘什麼的吧 沒有他 就是一個 因為他 是湯老師 所以他掛一個牌子 然後其實蠻民俗風 就蠻時尚的這樣子 我就覺得 那這個好像也沒有很奇怪 對 我就跟老師要了 然後我就給那個人 就說 你可以回家掛看看這樣子 就是你 因為住那個家嘛 可能就是會比較好運一點這樣 他當然也很高興啊 可是說不知之後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他有一天就傳訊息 就冷暴力 我說這個東西要怎麼拿下來 然後我說 他就感覺在氣頭上 結果殊不知是他兄弟姐妹 不住在那個家 可是因為他們就是在 住在他們原本的地方的時候發生了一些事情 可能投資或什麼東西 有些意外這樣子 然後居然回來怪罪他說 是因為他亂放這些東西 所以他就來問我說 你幹嘛放 要怎麼收回來 幹嘛給你他那個東西 對 然後要怎麼收回來這樣 我整個他冤到不行耶 但我還乖乖去問老師說 老師請問這個東西要怎麼收下來 需要念一些咒語嗎 還是做一些儀式 不能怕直接拿下來好像不太尊重什麼的 然後老師其實也覺得我好像太戒身恐懼 就說其實就是拿下來收到抽屜 好好放著就好這樣 然後我就再把這層燈花 壓著怒火 我就說其實就拿下來 然後就好好收著就好 然後他居然就因此就對我生氣 然後就一陣子不理我這樣 因為我妹妹在一起嘛 曖昧對象就會這樣子 對 因為先跟大家前提提 這段關係是持續了好幾年的曖昧關係 可是我這裡我必須要說一件事 就是因為風水其實是影響住在那個家裡的人 是啊 所以其實 他住在外縣市的兄弟姐妹來怪他 這一點就很莫名其妙 而且重點是因為 我做一件事跟他想要為家裡做這件事 都是因為為了對方好 所以我會覺得他兄弟姐妹這樣做也很簡 就是結果來罵他 但重點 我覺得重點不是這個 我覺得 搞不好他兄弟姐妹其實根本也沒來罵他 其實他搞不好就只是覺得 為什麼我們家都會突然發生這件事 會不會是你的問題 他可能只是突然這樣想到 他就是說 不是 因為不管怎麼樣 他都不應該用這種態度去 不是 因為你就不是他的另一半 對 沒有 因為我每次講到 好 那布丁我來訪問你一下 因為你是不是也是出於一種 就難以解釋的愛 就對這個人的喜歡跟愛對不對 當然因為那時候會 當下會覺得愛是真的 喜歡是真的 那你當下這些犧牲奉勸 你有覺得你自己真的傻爆嗎 或是好委屈哦 當下覺得蠻委屈的啦 以前你知道 以前小時候就會抱起一種想法 就是你委屈到一個很極限 你就會開出一朵花來 啊殊不知最後也沒有開出花來 誰教你這個道理的 誰教你的啊 這作劇之吻 沒有啊 張愛玲的小說啊 她說 被尾到塵埃裡就會開出一朵花來啊 所以那是我以前的閨孽啦 就是 後來發現委屈不一定能成為 殊不知上天不會因此而聯名你 就是我自己勇敢去愛才是真的 就是你要先學會愛自己 可能還是有很多人像我一樣迷惘啊 以前啊 那我真的覺得你要多舉一些例子 把大家打醒 有我告訴你我今天 因為布丁是我們的說故事小精靈 所以就是我今天就整理了很多故事給布丁 我甚至覺得裡面有一些故事布丁念了 可能會落淚吧 就是可能會心有戚戚眼 可是他也有一種記事故事 沒有 因為我其實 過了過了 先帶回到當男的戀愛師這部電影 就是看完這部電影 我還是覺得大家可以去看 因為很好看 再來就是大家還是要支持國片 可是我還是希望說大家去看這部片的時候呢 如果你是那種為愛犧牲奉獻的人 我希望你不要把自己活得這麼辛苦 因為其實我今天所謂的為愛犧牲奉獻 不一定是愛情喔 它裡面很多有可能是親情啊 或是友情這些的 可是因為其實我覺得你如果把自己過到難以承受的話 就是我自己是不太鼓勵啦 雖然其實我也有聽到反面的聲音是說 其實也許那些是徐偉寧這個角色活下去的動力 對 那也說不定 因為有時候付出跟承受辛苦 跟犧牲反而是他的成就感來源 對 但就才是希望大家可以思考 所以我們今天呢就透過這一集上來告訴大家 這種為愛犧牲奉獻的傻 就是分享一些故事來給大家 自己心裡有一把尺你去想看看 好 那我們就有請我們 今天不定 第一個我要先自己唸 第一個很好笑 蛤 這好笑的 你試過從天黑等到天亮的日子嗎 我有 欸 好會說故事喔 好想念這句 因為我上次說我們要辦一句話說故事大賽 你試過從天黑等到天亮的日子嗎 是華飛的經典台詞 這個從天黑等到天亮的朋友呢 他說他那時候十度低溫飄著細雨的冬天的夜晚 非常的會描述情景 他在他愛的那個人家附近的公園等他 因為他們約好 然後呢他除了一個打了一直轉移音信箱的手機號碼 他沒有任何的聯絡方式 就這樣從晚上的七點 一直等到了早上的八點 太久了 等得天都亮了 他還是沒來 現在回想起這件事 我只想跟過去的自己說 傻孩子被窩 等一個小時就好 沒有 他說他有金句 這個人真的有金句 他說傻孩子 被窩永遠比男人的胸膛暖 好可怕喔 強烈不建議在寒風中等那麼久 因為你可能會感冒發燒 剩餅廢話 對 我們來看一下第二個故事 他說 小時候一天的早餐錢就只有五十塊錢 小學跟國中的時候有暗戀一個男生 知道他很喜歡喝奶茶 我就每天播十五塊買一杯奶茶給他 知道他喜歡聽音樂但家境不好 我就把我每天的早餐錢 一點一點的存起來 給他買了一台MP4 他沒有拒絕 他沒有拒絕 但也沒有得到感謝 卻在背後跟別人說很困擾 現在回想起來 真的覺得自己好傻好天真 哇 好賤喔 那個人 還說很困擾 我跟你講 收禮物卻在背後跟人家說 他喜歡我 好困擾 人真的 傻 好 等一下 不會吧 不會吧 小時候 小時候 怎麼了 我小時候 國小的時候 他很小啊 那你怎麼了 因為我記得國小的時候就是 因為我小時候很喜歡喝QOO 喔 國中國之生好喝 然後就 就有男同學就是 我每天桌上都會放著一杯Q 就是一瓶QOO 我每天還上學說桌上就有一瓶 然後我就想說是誰啊 然後我每次跟我朋友說 好困擾 我可是還是把他喝掉 可是我覺得MP4比較誇張啦 飲料太誇張 飲料太誇張 我的QOO 如果是MP4我也會認真困擾 真的沒辦法 可是你會收嗎 不會不會不會 可是你很想要 誰呢 其實誰放我桌上 沒有人問我要打走囉 好 有先詢問一下 可是這樣子 現在長大就知道不可以這樣 當然不行 因為那是人家的真心 有啊他小很小 那時候很小 他很小 我覺得大家都年少不懂事了 因為國小50塊播15塊等於5000播1500 那你想想看你國小拿到一個MP4 是不是很想把它吞下來 但是就不可以在背後說很困擾 不可以說不可以 沒有我覺得再怎麼樣你收人家的禮物 你可以跟他講說 謝謝你的禮物 我很喜歡 但是我真的不喜歡你 就不想跟你交往 我們可以當朋友好不好 但是MP4還是要 沒有啦 MP4還是不要拿比較好 不要拿啦 我跟你講喔 因為你知道真的 真的不要開玩笑 開玩笑 對因為很多社會案件 就是你知道有些男生追人 他可能會 真的是送什麼 對 結果最後他就送你一把刀 真的 恐怖你還是 就大家我覺得大家還是小心 因為收禮物固然好 但自己賺錢買的禮物更好 真的就是不喜歡這個人 就不要收人家的東西 我覺得這是最好的 而且你拿人收短 而且不要收了 還在背後講人家壞話 對啊 你真的可能會被殺 好下一個 對 有人說呢 那從小呢 就喜歡一個男明星 喜歡了20年 佔了我人生三分之二的時間 一模一樣的專輯 我總共買了15張 只為了可以一直給他簽名 省吃錢用飛出國看演唱會 並跟偶像住在一樣的飯店 好厲害喔 同一個巡演看了五場 四場國外一場台灣 最後爆出他已經閃魂 我20年的生涯 突然看清 不愛了 回想這一切 自己真的好傻 好愛 好天真 乾你屁事 這是喜歡明星的風險 我跟你說 我小時候也因為菊青泰跟松浦雅咪 密婚氣爆 我還去松浦 我也做過很過分的事 我也當過酸民 就去罵松浦雅咪 我在這裡跟松浦雅咪道歉 I'm so sorry 我以前怎麼那麼無恥 你跟吉姓泰的愛是真的 我們是假的 你們也是真的 只是你們得不到吉姓泰 對得不到 欸我想說真的因為就是他跟吉姓泰結婚 我氣炸欸 你真的很愛問你 我是真的好無聊 我自己恭喜你好多偉意喔 對啊 你以前是另一種傻欸 是為愛瘋狂 我以前是好傻好天真 因為我喜歡的都女明星 所以他們結婚我是祝福 但彼此不結第二次婚的時候我就罵她 不要亂結婚 不要把婚姻當兒戲 請你好好的創作 好生氣 氣炸我就比較像媽媽 你好囉嗦 鐵本真的會生氣是不是 你是經濟欸 不是嘛 就是這樣 因為你知道賓淇布結婚的時候 他弄得很感人 我也是打從心裡的知識啊 眼淚都白流了 你答對了 就是這麼快 對反正whatever就是 可是因為我有去深度訪談這個人啦 真的假的 因為我太想知道他是誰啦 是誰啦 我等一下跟你們講 我想說不要出賣他 因為他說他這20年裡面 他是真的很愛這個明星 然後他也真的為了他花很多錢 然後還甚至請假什麼 就是為了去看演唱會 為了去追星這樣 可是他怎麼會覺得 他可能例如 他怎麼會覺得這個明星有一天他有機會啊 他沒有覺得他是有機會欸 他只是 可能他不能接受他覺得那對象 還是覺得他的信仰破滅啊 也有可能 就類似這種生活崩塌 但我只能跟大家講 奉勸所有 如果你是非常愛明星的人 你就是 明星也是一般人 他也想談戀愛啊 對 應該說你可以喜歡一個明星 喜歡一個偶像 可是你不可以把你的靈魂的人生 全部都寄托在他身上 因為 這實際上真的沒有任何一個人 有義務要承擔你的 這麼多的東西 尤其他還不是認識你的人 對 因為我覺得如果真的支持這個偶像的話 就是 就是支持他好好談戀愛啊 對 因為就舉例來講 像我喜歡劉若瑩好了 因為我一說我喜歡劉若瑩 就立刻有人問我說 那你有看那個人間四月天嗎 我說欸沒有欸 他說 你喜歡劉若瑩你卻沒有看他的戲 欸我有欸 我就說 欸我就說怎麼了嗎 我喜歡的是他的作品 可能這部分的作品 你有買劉若瑩的書嗎 欸我有 我才真的喜歡劉若瑩的人 好 你是劉若瑩冠軍 欸 你的名字有跟劉若瑩只剩一個字嗎 沒有 我有 真的 你劉若呢 哇 那劉若瑩拜託來上Podcast 拜託教授內 我們出演劉若瑩了 後來 我唱不懂 我唱不懂 因為他要唱新歌 等一下 我等你是九歌 抱歉 新歌是既然各自安好 好 拜託劉若瑩來打歌 各自安好 各自安好 好啦 我的意思就是說 喜歡一個人 喜歡一個偶像 喜歡任何東西 你都不要把自己的靈魂百分之交出去 真的 有時候可能一開始都喜歡錯 因為可能藝人可能是Gay啊 或是什麼之類的 我覺得最值得破滅的是 他搞不好是Gay 而且很多都是喔 這個蠻難過的 不要難過 你本來就得不到 得不到 好 下一個 前男友在一起的某天晚上 他睡得很熟 卻隱約覺得好像有人 進入我的身體 直到早上我詢問他 才知道昨晚被他無套內涉了 Oh my god 如果我沒問他 還不打算告訴我 還說他有算過是安全期 沒關係 我就自己很任命的吃了 事後要避孕 但從此以後身邊有人的時候 我再也無法睡得安穩 Oh my god 他就是被 他就是被性侵欸 這故事我看完我頭皮發麻 不是重點是他男友也太小了吧 就是怎麼進去沒有感覺 不是 重點 而且這個故事很防不勝防 因為他們已經是情侶了耶 他們已經是情侶 所以這就是 但重點是怎麼會沒感覺 一定有感覺啊 還是要睡太熟 不可能睡在熟都不可能 被下藥啦 我不敢問他 可是 偶爾安慰他 但我不敢再問 但是反正我只能告訴大家 就是這個就是性侵 告他 真的耶 但應該也就分手了 當然分手前男友 對 因為聽完這個 然後重點是 因為他傻 就是傻在他居然 就默默自己去吃事後藥 他們有跟男友吵架 他沒寫到這個 他只是說很任命的吃了事後藥避孕 你知道嗎 你很傻 因為你傷害的是你自己的身體 對啊 然後還造成陰影欸 我的天啊 但是因為這樣真的很傻 因為當發生 就是危及你自己的 安全跟健康的問題的時候 我希望今天聽完這個故事的女孩 如果你有任何類似 因為我身邊其實也有朋友 有過類似的經驗 可是因為他不覺得他被 就是性侵 因為他覺得他們是情侶 可是只要非自願 可是只要非自願就不行啊 真的很多人不知道這件事情 很多人以為他是我的另一半 就可以對我在性方面有任何 不可以 沒有經過你的同意 就算他想要照你幫他服務 你不願意 他硬要你服務也不行 沒錯 對啊 就是用手或用哪裡 可是就是你不願意就不行 天啊 好 下一個 我們突然就是 我們好起起伏伏 我們突然這樣當家 我這次沒有 我這次有那個分配一下 那下一個是 因為媽媽沒有生兒子 所以只有我跟姐姐 所以媽媽跟奶奶一直處得不好 這些我都看在眼裡 我皮膚特別黑 因為我常常去菜園 幫爺爺奶奶搬東西 搬膠水的木頭或跑腿 我一直覺得 只要我比男生還好 奶奶就會覺得 沒有男生沒關係 結果某天我拿著鋤頭在菜園裡工作 奶奶看著我說 要是你是男生就好了 從那天之後我醒了 後來皮膚也漸漸變白了 因為他再也沒有去田裡工 以為他走進田裡工 我差點 這個故事讓我又哭又覺得蛤 我聽完 他就這樣寫 我想說我要尊重他的創作 因為我本來 我本來想要把它寫清楚 可是我想說人家 感覺這是他的巧思 對是巧思 我剛剛講說蛤 他也是 蛤 因為他使用了很厲害的防晒 沒有 天啊 我覺得蠻難過的 因為這個是屬於親情方面的 為愛無私奉獻 對 因為他想說他可能以為可以 緩解他媽媽跟奶奶的關係 對 我的經驗告訴你就是 很多事情就是你未必能夠 你可以努力 但如果你努力沒有結果也不是問題 對就算了 對可是我覺得還好他有看清 嗯 然後皮膚漸漸變白 欸但我們今天的主題是傻 對意思就是說 他為愛犧牲奉獻但沒有結果 那如果為愛犧牲奉獻有結果呢 那是好事嗎 那就算傻過 那也許他傻的值得 就是譬如說 譬如說他就這麼傻 可是最後奶奶覺得 哇對 你真的就是比男生更有用 這樣是成功吧 不算傻 這樣其實算成功 然後雖然說奶奶的價值觀也不好 可是至少他傻的開心 就是回到那個電影一樣 就是徐偉寧那樣做 也許徐偉寧他自己不覺得委屈 是 可是大家旁人覺得委屈 可是因為傻不傻這件事 往往就是定義在 因為其實我還有很多人跟我分享的故事 他們的結局是傻成功 可是因為太負面 我不想跟你們分享 就是我不想讓大家覺得 對嘛你看他成功了 可是有的故事真的太悲傷 所以我還是希望今天還是希望大家可以思考 我沒有正確答案 我想要你去思考說 你這件事情那麼傻 那到底值不值得 好下一個 下一個故事有點長 曾經在網路上看到可以幫助挽回的課程 就像看到救命稻草一樣死命握住 但那些課程要一萬多 我只是個拿爸媽生活費跟打工賺錢的大學生 最後只好到處跟人家借錢 括號真的不好意思 而且那時候自己也沒有摩托車 必須走一個小時去山腳下的銀行匯款 但當時我只覺得自己頂著烈日 忍著腳痛去挽回我的愛情好堅定 第一次走下去的時候還忘記帶印章 只好打退堂 隔天再忍受惡毒的太陽再折磨一次 這故事有點太低調了 很像在為愛情勞筋骨 苦心智 沒有一絲的不甘願 超傻 伴自己 對話戰術等等 持續了一個月的課程就結束了 後來那些高招我根本就都忘了 也沒有用心記起來 反而是每個禮拜等著那個電話 聽一聽附和著老師 然後心情就這樣平靜下來 很像是隨著時間慢慢帶走 當時的倔強和衝動 後來想想還真的沒有後悔過 喔 當時的收據單反而變成一個紀念 那段愛情自己最後的掙扎跟努力 他沒有成功挽回感情 可是他成功走出來 他就是認真上完課 他藉由這堂沒認真上的課 應該這樣講 因為他忘了 沒認真上的課 然後走出來 走出來 對 就他等於還是花那個一萬多塊還是 也是值得 很值得 因為這個就是你看嘛 他傻了當下他覺得他自己 對啊 就比如說像我被Wallace騙 我就轉念想說 那一萬五就是學費 Wallace Wallace騙 還錢 你還沒還錢 對 就像Apple呢 就是傻傻的 很傻 我真的好傻 錯付了一萬五 真的我好傻 可是就學會了社會經驗這樣 對 但我覺得他很好笑 就是他走到銀行 然後這麼遠還可以失憶 往來帶印章 我要是他 在這邊跟大家講 其實印章你去那個 銀行附近一定會有刻印章的店 你刻一個印章才30塊 憲刻的 不要再花一個小時走回去啊 小撇步的意思 謝謝 謝謝太大告訴我們 對 下一個呢 曾經喜歡的對象 卻喜歡上另外一個男的 但那個男生其實只是想跟他約炮 非常愛他的我呢 在他要去跟那個男生上床的前一天 買了保險套跟KY 跑到他家樓下把東西送給他 他笑得合不龍嘴 一點也不害羞 送完禮物的我只能回家哭爆 好傻 你真的好傻喔 天啊 而且這個人 怎麼這樣子啦 很傻 而且這個人 一發完故事我就罵他 我說 你在幹嘛 太傻了吧 話說我這樣突然想一個小故事 就我剛跟我男友在一起 剛交往沒多久 反正我那時候就很愛給我男友 騎機車載我這樣 我就會叫他說 你載我去哪載我去哪 我可能就跟朋友吃飯幹嘛 都叫他載我這樣 然後有一次他就騎車載我 然後我就去跟我一個大學男同學吃飯 而且還不只吃飯而已 就晚上他去看電影 約會行程 對 載我到那個餐廳門口 然後我就說 拜拜BB拜拜 然後他就突然說 你有沒有覺得我很偉大 我載女朋友跟別的男生吃飯 然後等一下他要跟別的男生看電影 然後我就突然 對耶 我好像不能做這些事耶 因為你已經死了 好像不太好耶 然後我當下非常的愧疚 我男友是不是傻 他很傻 還好啦 可是因為你是不是沒有透露出跟那個 人的任何情緒 所以他可能也覺得還好 就是吃飯看電影 因為你看你也沒有隱瞞他 可是那個男的確實是 不是gay 誰啊 就是異男 是一個異男 那他有喜歡你嗎 不知道 那你有喜歡他嗎 沒有 沒有啊 沒有耶 我已經有男友了 很喜歡他 我氣死吧 哇很多人都有了男友 又喜歡好多人呢 你嗎 哈哈哈哈哈哈 不是 就喜歡我老公了 哈哈哈哈 不行喔 不可以吧 可是 我跟你講那今天如果就是 假設是你男友的朋友 就一定會說他傻 然後一定會就是說 你女友也太 怎樣怎樣 太綠茶了吧 我當下是真的沒有想到耶 但我筆怡跟我講完以後 我就再也不做這件事了 好所以告訴 在這邊告訴大家 如果你是傻妞 或是傻男孩 白目男 你不知道你正在做的行為 其實滿白目的 我跟你說這個事情 很容易發生在男生身上 對 因為很多男生一定覺得沒怎樣 男生你們就是白目 不要像我一樣白目好不好 還叫我男友在 我去跟別的男生吃飯和約會 可是你也滿坦然的啊 我真的沒有 我當下真的沒有想到 我真的 那幸好他直接跟你攤牌 對啊 我覺得很抱歉啊 而且我以為你男友這種 讚有欲很強的男生 他會說我要去 之類的 對啊 完全沒有耶 那他要去你會讓他跟嗎 可以啊 哈哈哈 不是只是覺得滿怪的 可能就被晾在旁邊 不會但因為我們現在交往很久了 所以如果是朋友的聚會什麼的 他要跟就跟啊 反正就是大家都也小小認識 嗯 是 那再下一個呢 國一的我呢 為了養國三要升高一的學姐 蛤 就是國一跟國三在一起 傻眼 這也是國三 他居然說要養學姐 什麼叫養學姐 好然後 花錢給學姐花 對 他大公車從蘆洲到士林 把吉他賣掉 因為學姐說呢 要上高一了 花費很多 現在想起來真的好傻好好笑 高一有什麼花費 對有什麼花費啊 這故事很好笑 想說再緩和一下 哈哈哈哈哈哈 學姐是小雜貌耶 而且他的吉他 吉他應該就幾千塊吧 他把吉他賣掉來養學姐 誇張耶 這是傻男孩的故事啊 你現在應該頓悟了吧 我嗎 你聽完這麼多人傻傻的故事 你有覺得他們很傻 可是布丁早就頓悟了啊 對啊 所以我就覺得是蠻傻的 因為布丁是屬於得道的人啊 哈哈哈哈 他現在已經是得道升天 得道之人 對 喔下一個是想要參加 一句話說故事大賽嗎 喔來來來 他說呢 為了愛高分低久 為了跟他念的學校離得近一點 但一開學就被分手了 你好慘喔 這個故事好慘 而且我跟你講我有發現大家 自從我們上一次那個風女故事 有講過是不是 他們有發現我們在喜歡一句話 而且我這一次有發現大家的那個 創作魂跑出來 就每個人那個文筆 因為大家知道我們會把故事念出來 對是大家的文筆有變好 然後很多人還跟我那邊投稿一句話 我覺得大家可以加油 因為我真的覺得一句話大賽很讚 高分低久被分手 大家聽懂高分低久嗎 高分低久一直就是你分數很高 就你為了要跟你喜歡的人離近一點 你去考到比較爛的學校 你真的會一頭撞死 好衰喔 開學就被分手 我們來念最後一個故事 好 他有一個非常要好的朋友 但從來沒有在一起 他們經常黏在一起 甚至同居過一段時間 後來他轉學了 那時候他承諾他會每個禮拜放假來找我不可能 所以我也不敢安排自己的事情 想把時間留給他 甚至為了等他都不太回老家 可是他每次都等到假日前 才臨時跟我說他有事不能來找我 看吧 那時候會覺得內心蠻多不平衡的 憑什麼把他放得這麼重要 而他卻總是先想到自己 有種被他拋下的感覺 也會覺得自己很傻很笨 心中總是會冒出 為什麼要等他的念頭 卻又無法就這樣不等他 後來我試著讓自己慢慢的改變 以前的我總是會以我愛的人為重 甚至嚴重到忘了自己 但慢慢的 我開始學著先安排好自己的事 先把自己的生活過好 完成當下要做的事 不要讓自己總是沉溺在 悲傷與被拋棄的情緒中 現在停下腳步看 我發現他一直都以不同的形式 陪在我身邊 也是支持我前進的動力 這種感覺讓我感到很安心踏實 你幹嘛投稿 沒有啊 不是布丁 這不是你的故事嗎 這就是你的故事啊 我現在我沒有覺得安心踏實啊 下半段沒有 下半段沒有 我剛剛貼上三段之後 我想說這不是你的故事嗎 你幹嘛投稿 10個有9個都是這樣的故事 來來巨蛋布丁掛人 跟他說一下 你可以來跟他分享一下 他的決定是不是對的 把自己放到前面啊 後面這段很像今天的Ending啊 對啊我就是想說很棒 這個Ending很棒 然後說謝謝大家收聽 因為我就想說 總是有一些人從中頓悟些什麼 真的耶 我覺得很棒 因為我覺得人一定會有傻過 是 可是你傻了 你要從中得到些什麼 對 就像你花了一萬多塊 買了那個爛課程 你也沒學到 可是你走出來了 那這就是你獲得 那這也是值得 對 那我發現我好像漏放了一個故事 真的假的 有一個超爆場的故事 啊我可能怕超時我把它刪掉了 因為那個故事簡單來說 好我直接用講的好 那故事超長 那個人就寫得很好 他是個女生 像他男友六七歲 然後那時候他其實 跟他在一起 他只是一個小小的服務業 但他男友是一個樂手 就是玩音樂的 所以他工作的比較不穩定 就等於他們兩個要同居 還是他那個女生自己去貸款 來租房子搬家什麼 就付了很多錢 那生活上還是女生cover比較多 因為男生就是說他沒有錢 甚至他說他可能要買皮鞋 要買什麼什麼 女生還會拿錢給他 就是對 可是他說這個男生也不吝嗇 他還是會服一些家用啊 買一些衛生紙啊 什麼之類這種 可是在這個人當中 女生當然其實經濟壓力 也是很辛苦 因為畢竟服務業也不是說賺很多 對 有時候女生壓力很大 他可能會跟男生訴苦 結果男生就對他就是 冷暴力 冷戰啊 不理他啊 什麼把他當空氣 什麼這樣子 他就覺得很難受 他就覺得 你不要這樣子對我好不好 然後男生就跟他提分手 對 然後呢 這個女生當然也是很難過 他也是 這過程當中他有無數次的就是 無悔的覺得 我要不要還是 我真的是我的問題 還是我要不要改進這樣子 就他過程中一直反覆的自己 自我詢問這樣 然後呢後來他們也是 終於決定要分手 然後男生沒錢搬出去 就男生也是有點講說 他沒錢也沒關係 我還是要搬走 然後聽起來好像很有骨氣喔 然後女生就說 好啦不然你找到房子 你再搬出去 你可以先住在這裡 然後男生就住下來 很氣吧 然後呢 反正就後來男生還是決定要搬出去 然後有一天 女生不知道為什麼哪裡來的第六感 他突然就靈光一閃 就偷看男生的手機 就一看 就發現這個男生其實一直以來都有在 看一些大奶直播 就是一些情色直播這樣 然後抖內了很多錢給那些直播主 然後回去對了一下時間點 就是他等於有點算是拿錢給這個男的 去養那些直播主這樣 然後因為那個男的加入了那個直播的俱樂部 叫做大奶至上 然後他就回想起這個男的 三不五時就叫他去龍乳 因為他只有鼻 那男的一直叫他去龍乳 他都以為是開玩笑 他就說看到這裡他覺得 原來他叫我去龍乳是真的 然後反正就很傻 然後後來他當然就想說 算了都分了 他就隔天把他打包行李 把家裡的備品都給他 就說你一個人出去很辛苦 然後還列了一張清單 好想哭喔 他列了一張清單說這些是 一個人在外面住要買的東西這樣子 然後就是送他離開 然後後來那女生可能就得憂鬱症 然後就有聯絡這男生希望他給他 換他錢 因為這個男生拿了他很多錢 然後這個男生就罵他 就說好啊你要這樣跟我算的話 那我之前跟你交往的時候的 車錢油錢 還有就是那個 我跟你在一起的時候 我車子保養的錢 你也還沒給我啊什麼之類 就是各種爛 然後這個女生才終於到這一刻 他才終於醒了 太完醒了吧 好辛苦喔 分手那一刻就該醒了吧 對 我跟你說 因為我為什麼想講這故事 因為這故事實在太長了 可是很多人就是在那個當下 他就是會反覆的問自己 他一定會反覆的問自己 我這樣很傻嗎 因為一定會有人跟他說你很傻 他可能就想說我很傻嗎 然後可能想一想就覺得 喔不對 我覺得他講的某一句話有道理 他就忽略了他剛剛想的那一大堆 只記得他覺得他講的那句話有道理 因為還有很多故事 可是那些故事可能類似就是 像阿蓋分享的家暴的故事 但也是一直為自己的那個 就是家暴的人找藉口 就是想說 他是愛我的吧 有啊他曾經有帶我去買棒棒糖 那他是愛我的 就是他們會去找正面的訊息 來支持自己灑下去的過程 可是這件事情聽起來很讓人心疼 可是他卻一直在發生 那我今天主要很想跟大家聊 這個就是說我真的覺得 大家都灑過 可是就是 就是我覺得你灑完你要灑的有價值 對吧布丁 對啊 就是盡量還是要把自己過好 但你到底哪一天突然就是頓悟 我想不起來耶 你想不起來什麼時候 如果針對那個人的話 我想不起來什麼時候 還是你就是累了 有點像是累了 然後漸漸的淡掉 我知道了 你是不是再也找不到一個好的藉口 去支撐你繼續灑下去了 有點像 因為我最後有傳訊息跟他說 其實我也不知道我們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為什麼會變這樣 因為真的太多年了 對啊 所以就有一點像理所當然就結束 因為我記得那陣子 我們其實也很常跟你說 你這樣很傻 可是因為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你會跟我分享他的好 這倒是 因為我身邊其實傻的朋友也不是只有布丁 就是很多人都很傻 可是也有灑成正果的也有 可是也有那種就是他可能本來是一個 想要結婚啊 就是想要快快樂樂 你知道就是過著生什麼 兩個是一男一女啊 什麼這種日子的人 可是他遇到的伴侶他很喜歡 但完全不符合他的想像 然後 就是一切一切都沒有辦法實現他的夢想 可是因為他愛這個人 他就開始修正自己的夢想 他可能就覺得 我的夢想可能也不一定是生小孩啦 我的夢想可能也不一定是辦婚禮啊 什麼就一直退 可是這樣沒關係吧 因為我覺得 為愛犧牲奉獻來自於成果嘛 對 就來自於你有沒有得到你想得到的吧 比如說運動是一件很辛苦很累很討厭的事 但是你為了得到瘦這件事 你會努力去做一件痛苦的事情啊 我覺得經營愛情也是一種嘛 你跟一個磨合的關係之間 你想要對方跟你一起做這件事 但如果對方不想 你也會一直退吧 如果也是一直退啦 可是這樣會不會退到沒有自我 所以我覺得可能要看 就是要看有沒有成果 你說這份愛情有沒有成果嗎 就應該是說你退 你退了以後得到什麼 如果你退了什麼都沒得到 那我覺得那你就要好好思考 你做這個退了一步的這個動作 是不是值得 比如說初期 天啊我BB會不會生氣 比如說我很想結婚 你BB不會聽 對我BB不會聽 比如說我很想結婚 但我男友不想結婚 對 男友不娶你 對 然後我就退了一步 我說好 那就不要結婚 沒有關係 但是在這個不要結婚的 我退了一步決定不要結婚的 這一個行為之後 我有沒有得到我想得到的 比如說我還是 我想得到的可能是 我們和平相處啊 我們再也不會為了一些 為了結婚這件事吵架 然後或者是我們有沒有過得更開心 我們兩個也彼此 對彼此越來越有耐心 溝通起來越順暢 就是我覺得 開始我發現 當我不去糾結結婚這件事情的時候 又有點多於缺點了 就我們在這個相處的過程中 又有點多於缺點 那我就會覺得 那我退了這一步 好像很值得 所以你就不覺得你傻 所以我就不覺得我傻 我到現在還會覺得說 那其實我當初這決定好像也不錯 就是讓我們相處更融洽 然後我們也不去糾結這件事情 然後我們能夠就是很和平的相處 然後也過得很開心這樣 所以我就會覺得這個退一步 maybe是值得的 但是如果你退了一步 然後你男友可能每天還是在靠腰說什麼 你就是想結婚啊 你就是怎樣 那你什麼溝通可能還是無效 或是對方也不會體諒你說 我們為了這件事情 我們就你可能也不糾結了 那之類的 就我覺得如果因為這樣 你因為做了這個動作 可是對方沒有看到 或者是你也沒有得到你想得到的東西 我就覺得那你可能需要思考一下 我自己是覺得我為愛犧牲奉獻蠻多的啊 對啊其實你 你算是為愛修正你的人生目標 對對對 因為為愛修正自己的人生目標跟想法 因為你這樣講的時候 我突然想到 我是一直在做這件事啊 因為我就突然想到你們有看過直劇場 那個楊丞琳的圖迷 對 其實我有想到圖迷 如果大家沒有看過這部那個電視劇 可以去看一下 因為圖迷他就是演平行時空嘛 對 就是一個人當他在一個人生交叉口 他去做選擇的時候 他選擇左邊還是選擇右邊 然後他兩條路都演給你看 對 這部戲最後證實了 不管你怎麼選 他都會有後悔跟值得的地方 對沒錯 因為一個一條路是選擇結婚生子嘛 對 一條路是選擇去上海發展 去工作對發展事業 然後這兩條路他都有 他後悔跟 就是覺得值得的地方 是沒錯 我覺得人生其實是這樣 因為其實我聽完了 因為我真的整理完這些故事之後 我就覺得 這一集一定不會好笑 可是這一集應該會 可以討論出很多東西 就是希望讓大家去思考說 你們聽我們的Podcast 然後你們可以去想一下說 你的人生裡面 你犧牲了這麼多 然後或者是別人為你犧牲了這麼多 你到現在 你有沒有覺得你是值得的 而且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你犧牲奉獻 做了這麼多事情之後 你有沒有覺得自己變成更好的人 喔 那我就突然想起來 有一個人跟我分享 不是因為 不是因為我之前 因為我剛剛我花了四個半小時 我才把所有人的投稿全部看完 然後還整理完這個 有一個女生我回 我沒把她放進去 但她就說她男友就是 一直逼她去龍乳 因為她男友喜歡大奶 對 她就去龍乳 然後還貸款 但他們後來分手 然後她那個貸款的錢她還在繳 然後我就問了她一個 我只問了她一個問題 我說那你喜歡龍乳後的你自己嗎 她說喔 喜歡欸 我覺得我現在 胸部很大 很漂亮 我就說 那就值得 我說這個世界上再也不存在什麼 女為月己者榮 誰為月己者榮 為自己榮 就是例如我去忍受電波 就是你知道忍受一些醫美很痛 可是我如果在鏡子裡面看到我自己很漂亮 那我就覺得值得 是啊 可是今天如果是人家覺得 就像假設我把它夾著布丁胖胖的 然後布丁覺得自己這樣沒有問題 可是可能別人覺得 你也太胖了吧 你減個肥好嗎 就是覺得你這樣不好看 然後你就去減肥 那你可能也不喜歡你自己 然後又過得很辛苦 對 沒錯 所以我覺得不管怎麼樣人還是要學會把自己放在前面 不用成為自私的人 但不能成為迫害自己的那個人 對 對 就是今天這一集想要告訴大家的 我們Podcast真是 又好騷又有意義呢 哈哈哈哈 自己說 我是真的這麼覺得呀 對啊 因為人生本來就是酸甜果辣鹹都有 我們的Podcast就是一個人 我們人生的縮影 哈哈哈哈 對啊 那其實就透過今天以上的故事跟分享 然後 也一來推薦這部國片 那我覺得其實每一部電影或每個故事 它都有 被接受的一面跟不被接受的一面 其實跟人生一樣 所以就是還是希望大家可以去看 然後也可以得到你自己的心得 然後就希望大家可以 對自己好一點 然後過得幸福一點 對 那就這樣囉 掰掰 那我們就下次見 大家掰掰 掰掰